科學會老的 今天科學會老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自己做運動的 也很勤勁去做的 你可否解釋一方法不做運動 都能保持健康呢? 這樣說 我不是來介紹有一個這樣的方法 我純粹說我們是有人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努力地希望令自己不用努力地去做運動 其實我想大家坊間那裡都聽過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本身有肥胖的問題 對於我來說 可能做運動是太過花費時間 太過辛苦了 我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吃粒藥 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呢? 吃粒藥可以控制著我不會瘋肥 而且還要令到我的身體更加容易產生到肌肉 以及燒到脂 如果大家看很多的那些坊間健康食品 經常都會說自己 怎麼可以幫你去排毒 又燒脂 然後可以令你體態健美一點 其實通常這個廣告下面一定會有一個鬼死這麼小的字 就寫著 需配合適量的運動 要溫衡進食 其實那行是很重要的 是吧? 但是其實你說科學上有沒有做過一些努力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找到 可以回顧一下有些這樣的嘗試研究 而這個研究的目標 未必僅僅是跟控制脂肥 以及令到一些人可以懶得不運動有關 而是真的想去醫治一些的病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往往我就發現到 這些藥可能有一種的效果 就令到人可以意想不到地達到另外一些的目標 比如你說 很簡單 當初韋哥發明的過程都不是為了韋哥的 心臟病 是的 但是結果出來就有韋哥的 就是現在的人認識到韋哥的效果 另外就是說 當初去醫治脫髮的那種藥 當初是一種希望能夠醫治前列腺腫的一種藥 誰知道就吃吃吃吃 吃到那些人生病受罷了 同樣這次也是 原來在我們去研究一些糖尿病藥的時候 我們曾經是發現過有一些機制 了解到人體的機制 會不會就令到我們可以去找到一些方法 去介入我們的新陳代謝 令到一個人可以不用做運動 就可以減肥 燒到脂 還可以出來的體態很漂亮呢? 原來是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的 但是我可以補充一下 譬如說 現在有些做運動的 如果你想增肌 最快速度 做運動之餘就吃鋁股醇 鋁肚醇 我不知道台長你 譬如說 你自己有做運動 但是如果你做一下運動 有人說 你要吃一下這些添加劑 你自己會不會抗拒? 我正在吃吃的 但是我不是吃鋁股醇 你能夠說嗎?吃哪一隻? 有些叫增充粉 我吃過的 但是我不想長期吃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增充粉其實是蛋白質 但是有很多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說李小龍 他生前有一樣東西叫做 那一塊牛扒就放在一塊牛扒 加很多東西 加雞蛋 加巧克力 加香蕉 那他每一天就直接 陪下去一杯 我相信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問題就是這種東西 你會懷疑有一種的副作用在那裡 舉個例子 譬如你不吃 然後你的肌肉會怎麼樣呢? 這個是一些的後遺症來的 我們想說一樣東西就是 的而且確 如果你做運動 而想你達到某個效果的話 你是要靠一些輔助的藥品 藥物 以及食物去配合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質 是的 我想你說的 尤其是那種增重粉 很多時候叫做 whey protein 乳清蛋白那些東西 那種乳清蛋白粉 你最容易認得它 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奶粉一樣 要你脂肝攪拌那麼久的 那些乳清蛋白粉 你會發覺很容易用的 是的 用得很快的 然後他會建議你 就是剛剛好 你做完那個運動 那些肌肉在撕裂 用得最厲害之後 就馬上喝 於是立刻就補充了它 但如果你問我 這種都是一個食物的成分 因為我們吃正常的飲食 一樣有這些乳清蛋白的 只不過現在去把那些乳清蛋白 很集中地做成一些粉 令到你一下子滾下去而已 那就很純正 令到你可以 吃得最少的東西 用一個最快的方法來去叫做 去給身體一些建立肌肉的building blocks 那你問我這種方法 其實我又不是太反對 因為它不是一種干擾你內分泌的東西 但是唯獨要小心一件事就是 不要吃那麼鹹 它始終就是 尤其是蛋白重的話 一定是對腎的負荷高的 是的 會有蛋白料的 因為它消化不了它就排出來 是的 所以你一下子 譬如那個人喝東西 你也要多喝點水 以及一個低鹽的飲食 通常如果大家不想再多餘脂肪 就是一個低脂低鹽 但是高蛋白的飲食 但是長期是很激烈的那些 你說如果玩了健身 其實對腎和心臟的負荷可以很大 那這個就是對於身體平衡上的影響 有些就瘋了這個地步 甚至乎你去賣健康奶粉的地方 有些奶粉是有Creatine Creatine 簡直就是一些激素 就是你自己的身體能夠產生到 去增肌的那種激素 有些人就覺得 就這樣喝Creatine 都不僅是最好打針下去 就是這樣的玩法 那你說這個 你是在說一種 由內分泌程度去介入 就令到你短期內可以生很多的肌肉 那我覺得這些又很威脅 但是無論如何 你肯做這些事情 你個人也有花不上一刻搶 有花不上一刻努力 有花不上一刻discipline 就是我不要說這些事情 是不是太極端這些事情 就是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也頂多去到乳清蛋白我就停了 你要我再去吃一些有激素的東西 我就會抗拒的 還有我都經歷過 真的對人的那個 有一定的身體負荷在那裡 就是那個身體 那這裡我們就講遠了一點 就是搞這麼多東西這麼辛苦 又要買蛋白粉 又要去做這麼多健身 又要練得這麼辛苦 身碎身汗 我們現在簡直就是不想做這些東西 有沒有一種方法 就是一天吃一顆藥就搞定了 那原來呢 這就要回顧一下 在幾年前呢 曾經是在這個坊間 有一個很熱的 就是比較 尤其是美國 就很熱烈的討論 就是說因為有一家 有一個大學的一位科學家 去聲稱自己發現到一種配方 一種叫五一六 就是它純粹是代號的五一六 這種這樣的藥 這種這樣的療程呢 它就可以介入到你身體的新陳代謝 它到底是一種激素還是怎樣 好像都是一種激素來的 自己本身 那它最瘋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它是能夠騙你的身體 令到你的身體 以為自己處於那個運動中的狀態 你身體運動中的狀態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說它會懂得叫你的身體 將脂肪拆來用 那其實呢 我想台長你如果你有練拳 甚至乎有朋友練跑那些 你會知道的 你跑一開始不是很需要用力 很輕鬆的那一刻 其實那一刻你還在消耗你肌肉 自己本身裡面的糖分 但是你隨著你自己肌肉裡面的糖分 越來越少 你要開始身體要懂得叫其他的部份 去抽它的儲備出來用 那一刻你調動身體做這一刻 其實那些中場跑的運動員 經常就要鍛鍊這件事 令到他的身體有這樣的新陳代謝能力 去支援到他做這麼長遠的運動 其實就是當你去運動 去到這麼長遠的程度 你已經開始出汗 吸氣很辛苦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才會懂得開始燒脂 就是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就這樣 什麼都不動 氣都不傳入就這樣燒 就是很難做到的 但是原來我們了解了身體的時候 就是身體運動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有一些新陳代謝機制 有一些耐氛肥 你懂得叫你的身體拆脂肪來用 原來這個幾年前 應該也有五年前 就是美國有科學家提出 我找到一個新的這種配方 他這種激素 台長你現在就找到這個化學的樣子出來 那個分子結構 就說它能夠去騙到我們的身體 就跟我們的身體說 不要再燒你的身體的糖了 你的身體不夠糖 就馬上燒脂 這樣 於是你就可以一直吃到這種藥在身上的時候 它就不停地消耗你身體上面的脂肪 來去應付你日常生活的工作 於是就是說你基本上不需要刻意去抽時間去做運動 去舉廠 去跑步還是怎樣的 又不需要出身汗 不需要吸氣 但是呢 就是可以令到你做到消脂的效果 甚至乎呢 基本上呢 如果有人是練了什麼六塊腹肌的那些呢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說 你其實那些脂肪比較少 那幾塊腹肌都自然會浮出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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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不用怕啊 你減少這些脂肪就出來的了 你只要減少脂肪就重新 就是六神合體就瓦解了 是不是 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就會好像以為自己有腹肌了 是不是 你如果吃了那些藥就算你不運動 你的脂肪走了你就有腹肌了 我想對於玩見美的人來說 哇 這個更大的福音了 是不是 但是好了 這個發明出來的時候 竟然是一個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於是就有了 就是現在我發給台長你的這篇文章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近年 是沒有人再討論跟進這個配方的 那原來呢 其實大家這裡就要很小心 當出現了這樣的配方的時候 首先 你如果在美國發明了 你要首先要過美國的FDA 最後原來美國FDA根本不批這個藥 他不批這個藥有兩大的原因 第一就是說 我們不會認為一個人沒有能力 就是覺得這種不肯去做運動 去燒脂這件事是需要有一個治療的 就是這些你做運動就要解決了 你洗鬼故意去吃一顆藥來解決 這些是多餘的 他們認為這些東西 他們不認為這些東西是需要醫治的 你有能力去燒脂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真的癡肥 他真的肥到動不了 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都不能忽略那個運動 為我們帶來的好處 大家可能想著就是辛辛苦苦做運動 就只是幫我們去減肥 健美就算了 但是其實這個講來也很遜了 運動帶來的其它好處是多得很厲害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們鍛鍊我們的心肺 令到我們的心臟可以繼續有健康在這裏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FDA批准這件事 真的被人去試的話 令到很多人不去做運動 不去做心肺運動 但是都燒了一些肢 但是他們就會有更加大的風險 就有心臟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幫人害人的 所以大家反而是從我們的天然規律的正路 去運動 去燒了一些肢 反而是對於我們整個身體機器的調動最好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將這隻藥 拿去在老鼠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老鼠生癌症 所以這裡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為什麼呢? 這個曾幾何時很容易的一隻這樣的配方 就是最後沒有成為一個正式的坊間產品 但是其實它本身的意義也不是為了去找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科學家去找這些 去幫你燒脂的這些樣子 很多時候是為了幫助那些糖尿病的人 就是如果大家在家裡認識的人患糖尿病的話 我想糖尿病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那個身體去控制血糖的能力 甚至乎它怎樣去分解那些糖分 去抽身體積聚的糖和脂肪出來 用整套的能力去搞壞了 就是你胰島素這一種這樣的胰狀 就是去分泌出來的激素 其實對於我們的身體就是那種 消化、吸收、儲藏、提取 這幾個功能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能夠有糖尿病的藥去控制著血糖 甚至乎是可以幫助我們去控制著身體 它什麼時候去燒不燒脂 或者用不用糖呢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糖尿病的藥 是有這些這樣的東西在 就是當你有一個胰島素在這裡 是重要的 但是同時就是有胰島素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其它控制食慾 控制血糖的藥物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些控制 介入你身體消不消脂 消不消糖的這些份子 就是在那個糖尿病人的藥方裡面 你就會找到這些這些物質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為什麼當初要研發這個東西的動力 但是原來中間的過程裡面 就找到一些方法 就似乎跟你血糖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就令到你不用運動消脂 這個是副作用來的 現在只不過大家要小心留意 就是不要這麼輕鬆去相信 就有一些很懶的方法去消脂 很多時候尤其是激素的東西就要很小心 會有一些的副作用在這裡 不過你剛才說我可以有兩點補充 因為我都熟悉一些玩這類運動的朋友 那我可以告訴你十居其九其實都有吃藥的 或者是類似剛才你說的那些 很見效的 因為很見效的 還有有些你剛才說的CREATE TEEN 去那些肌肉生長那種激素 是你自己身體都會產生出來的 你可以說那些是天然成分 是你自己身體都有 但是你加多一點 令到他生多一點 所以現在那個問題不是誰不吃藥 是誰吃藥大家找不到的 這個是據我所知是很普遍很普遍的 我想連那些監察這些有沒有犯規 有沒有吃禁藥的人都知道的 只剩下你自己有沒有 就是杜哥的赤摩哥的醬 他當然是吃些東西你找不到的 包括現在一些經濟性 就是無論大致這個奧運 或者小致這些健美的比賽 其實大家都有吃的 但是剛才提到的就是那個運動的好處 就不止的 因為如果你運動的話 你的腦子裡面會分別一些賀爾蒙出來 不知道叫做老來啡的 你運動完之後你個人就會比較樂觀一些 開心一些 還有是比較開朵一點 基本上有三樣東西 那些Domafin 是吧 接著是血清素 還有那些叫Oxytocin 這幾樣東西都和你那種人的士氣 還有那個滿足感 還有那個樂觀的程度是直接有關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就是 不要貪圖那些食粒藥就解決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對於身體深層代謝的影響 那個複雜程度的理解是有限的 我們找到一個弱的配方 可能是解決了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忽然去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平衡 所以我就會認同FDA這個決定 為什麼那隻5.16的配方不批出來 第一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可以排除不了它致南的風險 第二就是不要被人一個錯覺 認為有些東西可以取代運動的多樣的好處 但是對於美國人來說 他們很樂意做一件事就是 凡是吃點藥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譬如你不開心你吃一隻藥就開心了 或者你個人很懶 你吃一隻藥就更緊張 美國人是很熱衝很熱衝做這件事的 是 是 是 這是直接影響到 我們早一兩星期就提到的 這個肺炎疫情之後 很多國家隨著那個疫情減退 很多國家的人均壽命是長了的 但是美國就沒有出現一個這麼大的反彈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因為 很多原來在那個疫情中間的時候 美國的濫藥的情況是嚴重了的 所以有些人他不是肺炎死 但是他可能是濫藥死的情況是多的 是啊 最後提一提一件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因為我打拳而已 其實如果你被人握拳 你個人會很高的 因為你被人握拳以後 你的腦裡面會分別一些物質出來 令到你的人是精紅了 就跟你堪身一樣 是啊 是的 你在戰鬥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人 尤其是男人的原生機能來的 你是受到打擊 你面對危險的時候 你就很醒了 那些可能是腎上線素 整個人興奮刺激你 甚至乎是不覺得痛 甚至乎是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而且會上癮的 我聽過有些人叫Hit Drunk 就是如果 我親眼見過的 是啊 因為你打拳之後他的人是high的 就不是覺得痛的 這個就是我當然… 接下來世界盃 你看看吧 那些人你剷完我剷完你 大家越剷越興越炒越厲害的 越剷越high的整個對方 就很容易打架的 是啊 一一樣這樣 是啊 所以人體是一個很奇妙的結構 Anyway 大家就小心 不要墮入這種圈圈裡面 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 trois 幾乎是在那裡 大家不覺得這個其實是挺大的 和你們的支持 就只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 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